在庆余年中作为南庆国最疯狂的长公主 李云锐的一生与三个男人之间有过私情 那么这三个男人究竟是谁 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情感纠葛 大家好,我是阿斐 欢迎收看《庆余年二深度解析》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庆余年中 这位封批长公主的三段私情 这第一位就是宰相林若甫 原著中李云锐跟林若甫私通时 林若甫是个冉冉升起的文官之星 不但长得一表人才 而且学富武车 考状元比考驾照还轻松 而这时的李云锐刚好接管了叶青梅留下的内裤 这相当于掌控了整个庆国的财政大权啊 但李云锐并不满足 为了进一步控制庆国的文官系统 李云锐将自己和林若甫彻底捆绑 并为他生下了女儿林婉儿 制造了当时皇族最大的丑闻 而庆帝和太后为了遮丑 直接将刚出生的林婉儿送到后宫抚养 分为成郡主 林若甫基本上接触不到这个女儿 一年也就大型庆典能够远远看上几眼 属于名义上的父亲 李云锐更是和林婉儿彻底隔离 尤其是教育方面 李云锐绝对不能做出任何干涉 就派林婉儿成为第二代分批皇族 但作为遮丑费林若甫的地位也就扶摇直上 一直做到了庆国宰相 第二位便是太子李臣钱 是的你没听错 这是一场逆天的估值激烈 当时庆帝为了磨练太子的心智 用二皇子来打压太子 但庆帝没想到的是 这种高压式管教模式 让太子变成了一只惶惶不可终日的惊弓之鸟 为了宣泄自己内心的烦闷 太子甚至玩出了花柳病 而这时自己那个倾国倾城的姑姑主动送温暖 好巧不巧花柳病也痊愈了 于是乎太子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乱伦的不归路 如果论感情 这太子可是真真切切地爱着自己的姑姑 可要说长公主李云锐 他的目的并不简单 出于对权力的渴望 李云锐一直在太子和二皇子中间辗转 一边给太子送温暖 一边跟二皇子私下勾结 利用内裤走私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谁登记了都可以垂帘听证 而二皇子心急颇深 难以掌控 唯有太子又傻又单纯 不过李云锐选择与太子私通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太子的样貌跟庆帝是最像的 自小李云锐打心里 爱慕自己的亲哥哥庆帝 而太子的出现 只不过是他用来满足自己畸形的心理需求罢了 最后我们就来聊一聊庆帝 李云锐对庆帝的感情 是他从小对强权哥哥的爱慕 也是他想要超越叶青梅 想要用自己的魅力征服天下所有男人的终极目标 庆幸的是他得逞了 在原著中 李云锐与庆帝意外发生了关系 并还淡下了一位私生子 那就是林大宝 作为皇室近亲结婚的产物 林大宝的傻一半是真 有一半是假装的 不过林大宝在电视剧里的真实身份就没那么复杂了 他就是林若府的亲儿子 小时候因为生病导致智商始终停留在了孩童的水平 他和林婉儿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妹 以上便是长公主的三段私情 对于以上揭秘的皇家丑闻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